这个图标到哪去找呢 一想到一个小图标 我想到的就是到组件里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样的图标标签 正好以前我们讲过一个icon 这样的一个小标签 我们就可以拿过来用了 icon这里有一些tap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icon这个图标的一个实用 它可以传三个属性名 我们这里直接拿过来一个demo里的东西就行 数字这一块的代码 粘贴到哪呢 粘贴到publish 恭喜您的前面 type等于success size呢 看一下size等于几啊 比较合适 icon的大小单位是px 那我呢给它填称18 保存一下 恭喜您提交成功 这块呢 我给它填一个 再小一点的吧 12 或者14 或者我们就换一封个吧 直接填24 然后大一点 好 好 这么显示之后呢 需要给右侧 它留一点空隙 所以这儿呢 给一个icon class successsucce ss-icon icon 我们在sss里面 这个微信ss里面 对这个icon做一个布局 margin-right 给一个是px就ok 恭喜您提交成功 这个时候啊 当然了 上下 如果你能给它一个g 中够好 这里我们简单的来写 position relative t top 给它一个十 我觉得十 差不多 有点大了 给它一个 6 或者5 差不多 好 恭喜您提交成功 这个时候啊 就显示了这个内容 然后返回首页 我们做一个button 让它回首页 就行 看一看这里 有没有button的 图件啊 我们看 往下翻一翻 button长什么样 这个样子 对吧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 做我们的这个button了 怎么来用呢 咱们来看一看button的实用 用一个最简单的就可以 这个吧 复制一下 到这里我们粘贴一下 返回首页这块 我们就不用view了 用个button的组件 hover class 不做这么复杂 不要它 band type 点击实践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disable的肯定我们就都是要显示的 所以disable的这个 不允许 button被点击这个东西 我们要去掉 proline 暂时也不用loading 也不需要 size 默认值就可以 好保存一下啊 这呢 给它改成返回首页 来啊 它default的话 返回首页是这样一个按钮 可以 我们呢 那就用这个按钮吧 当然这样这个按钮呢 大家来看 它的这个左右没有什么间距啊 所以我这里给它加一个class 当然这不能叫submit button 我们一开始已经有了一个了 我叫back button back home button 返回首页的一个button margin 上下 上下都得是20px吧 左右0 行吧 上下左右都是20px 我们看一下效果 嗯好像没什么效果是吧 可能是我写的有点问题啊 咱们来看 好 这没保存是吧 好保存一下 左右有了 上下其实并没出来 那也没关系 我把它上下的这个margin给它去掉 嗯 下面插着 然后这呢改成10 左右10像素 实像素差不多 啊下面呢 我想留一点白怎么办呢 我给这个 大家来看success这个区域啊 我给它来个paddingbottom就可以了 给它来一个20px 嗯 好了 这样的话呢成功页面哎返回首页这个按钮就做出来了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回到这个首页 那怎么才能回到首页呢 哎 我们在首页里啊 想一想 这个时候我们得把这个app.json恢复一下 我们这样来做啊 我们这样来做啊 把这个顺序啊 把这个顺序啊 我们就可以调整回来了 嗯 调整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点击进发布页 哎 我们通过这种navigate的形式进入到发布页 那我回到首页的时候可以怎么回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api的一些方法来跳回到首页里 我们点击到这个api啊 主要是逻辑层上的一些跳转 我们可以用 我们就想到用api里的一些东西 好api里有没有navigate呢 我们说一下哎 正好有一个navigate2的这样一个方法 或者说我们再找一个close 或者是back 咱们来看一下 来 这里呢 有一个方法被我们找到了 是什么呀 退回上一个页面的这个方法 叫做微信navigate back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返回上一页面了 回到首页 回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实际上在我们写项目之前呢 应该把组件和api里面的内容稍微过一下 因为呢如果我们对里面的内容有所了解 之后在写项目遇到的一些 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会联想到 到组件里或者api里去寻找 这些对应的组件或者api 如果你点印象也没有的话 做项目有的时候会比较捉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navigate2这个方法 把我们的首页跳转 从我们的这个发布页跳转回首页 其实非常的简单 怎么去做跳转呢 咱们来找应该是navigate back 对不对 怎么跳到了navigate2啊 我们搜一下navigate back 好 navigate back呢 其实里面就有一个delta这样的一个number 来 这样的一个参数告诉我去返回 几页 返回一页还是返回多页 那其实我们从首页进这个发布页只有一层 我们填不填啊 我们要填这个number的话 填1就可以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填对不对 嗯 看一下可不可以不填啊 不填的话默认是只关闭当前页面 我记得是啊 所以咱们来试一下 在这里我们去改我们的代码 publish这块 好 在微信ml里 这两个文件打开 我们在这呢 做一个呃 bend type这样一个方法 handle 叫back tap 来 把这个方法呢 我们写到 publish这里 嗯 然后呢 我们需要调一个微信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叫做 微信.navigate back 如果不填这个object 咱们试试好快用啊 啊 这是两个文件 我都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进入发布页 好 再点击返回 哎 是不是一样可以啊 做到这个返回的功能啊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这个页面就 啊 完成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啊 把这个success 大家记着 记得改成force 改回来 然后我们做一个整体流程的串联 点击发布 嗯 选一个地址 这个时候我们换一个位置啊 不然的话图标都重合了 在人民大会堂这儿 发布 这这这这这1234好发布 哎 这个时候是不是恭喜您提交成功了 我们可以点击返回首页 刚才呢 我们提交了大概有4到5条数据 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已经存储到我的这个 这个php的后台里面了啊 已经通过php存到我的数据库里了 那么数据库里就应该由我现在这个提交的这四五条数据 我想呢 我既然已经发布了数据 就应该在首页上把这些数据显示出来就对 所以下面我们把首页丰富一下 从数据库里取出来 我们刚才存的那些数据并展示在首页上 我们看这块怎么来做 继续打开我们这个接口文档啊 仔细来看第一个接口叫做 获取交易信息接口 我把这个稍微放大一点 获取交易信息的接口 所以在首页的时候呢 我们要尝试去获取所有的交易信息 然后大家看返回的数据类型 有一个id有个经纬度 还有个类型啊 靠这些东西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页面上这个点给画出来了 我们来看怎么去画 这个时候我们来打开首页啊 在首页上继续去写代码了 把这个json 微信ml 其实只要一个index.js做修改就可以 我们来改一下代码看怎么改啊 在unready的时候 或者是unshow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从后端获取数据 从后端获取数据 来我们叫做this.get 这叫messages吧 页面会报错 因为我没有这个messages这个方法啊 所以我在这写一个 写个这个方法之后我们要发阿甲克斯请求 发阿甲克斯请求怎么发呀 大家还记得吗 到后台 api这里 翻到最上面 最显眼的位置有个微信杠request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然后竟然把这段话拿回来 请求哪个接口呢 我们要获得交易信息的接口 所以把这块内容复制过来 啊 这就是我们请求这个获取交易信息的一个地址啊 get list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 通过什么类型来请求 是接口类型是什么样的呢 是get形式的接口 所以我呢 这可以不填 messor的 他默认就是get对不对 然后呢 接口参数是5 好 你不需要提供什么data里面不需要提供什么数据啊 但实际上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存的时候 来看我们的代码 publish这块 我们向数据库里存的时候 我让大家额外加了一个参数 那个参数还记得吗 咱们来找一找啊 在这里叫做一个dstinct啊 这样一个唯一的字符串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取数据的时候在谁取的时候 其实你也应该带一个一样的字符串啊 一定要带不然的话你可能把别人的数据获取过来了啊 好带上这个dstinct的跟刚才跟刚才那个字符串保持一致 好dstinct的再好了之后我们再看heather这块 heather这块呢 啊依然不要用applicationgson这样的一个heather content tab类型 我们还是要用 这个application 啊 form这种形式啊 之所以要这么用 是因为我后端啊 硬性做的要求 所以大家也必须得把这个改变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页面一展示的时候 去请求了后端一个接口 然后去拿数据并把数据输出在页面上 对吧 getmessage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写完代码 我们到这个调试工具里来看 来 这个时候打印出了接口返回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 这几条数据 啊 其实就是刚才在这个开发过程中 我去提交的几条数据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几条数据 返回来的经纬度 还有啊 购买类型 以及他对应的id 就可以做点事 通过经纬度啊 我就可以把这对应的点 画在这个地图上了 我们来看这个点怎么来画 好 要在这个地图组件上 画东西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回到组件这块 找到map 大家以前应该有个印象 在map上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marker 啊 有一个东西叫做 controls 往下翻 controls我们已经用过很多遍了 他和他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不随着地图移动 而移动 那下面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啊 是要随着地图移动 而移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做呢 用他上面的这个marker 来做 markers 可是markers 配置项这么多 我又不会用了 没有关系 说了遇到这种东西 在使用的时候啊 先去干什么呀 找官方的demo 然后 demo来改一改就可以了 这里大家看markers 他呢 定了一个变量 然后用markers 等于这个变量 写在了他的这个 微信ml中 对吧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也这么写 回到我们的手印 代码里 微信 index 微信ml 嗯 在map这块 好 这个编辑工具呢 因为 还是有点挫 所以大家凑复来看一下 markers markers 好 来渲染这个页 当然呢 现在markers这个 变量显然是 什么也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你至少应该在这里 和controls评级 定一个marker 对吧 markers markers的形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到官网上去看一下 在这 很好 他已经告诉我们marker 形式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他是一个数组 然后里面的一项一项是这样的 需要一个经纬度 需要一个id 还需要他的宽高和需要一个图标 那当我们页面 刚进 刚进入这个页面的时候是没有 去 这个接口啊 还没请求到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空数 就行了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页面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那下面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get message 当你呢 请求这些书 请求这个首页的这些 点的这个信息啊 请求结束之后 我们在这儿要把这个代码进行一下修改 写一个方法叫做 get message messages s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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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res好这里呢 其实你加不加这个空格都一样啊 res 然后我们在这儿console.logres.dita 这个呢我们做个调整 res.get get message suc suc s 点 band 自己来写下 然后页面上的依然会打印出这四条数据 我们下面呢就要把这四条数据显示在页面上 怎么显示呢 特别简单 我们这么来做就行了 res.r 看一下点这个data是吧 data是个数组 我们要对这个数组做个循环 点data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点map 好item啊 这里呢我们可以写个箭头下数啊 用map配合箭头下数来做点事 这个map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对用的value值对吧 第二个参数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index值 所以我们先写上 在这儿我要定一个const arr等于 然后我在这儿呢 输出这个arr 当然呢这里我们怎么做循环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咱们来看 每一次我都 return一个对象 好 这个对象里面呢 要包含什么呢 好 我在这儿呢 我做好了 就是我 在这儿呢 感谢观看